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信的复兴 以及对罪恶的审判 因此从33章到39章 都是在做两种状况的对比 33章上帝再一次的设立以西节 作为守望者 然后有两种对比 就是听守望者的劝诫而悔改的人 以及不听守望者劝诫而灭亡的人 他们之间的对比 34章讲到好牧人跟坏牧人的对比 坏牧人就是这些失职的国王领袖 包含耶路撒冷灭亡之前 甚至包含上帝有一天要带领他的百姓 重新归回耶路撒冷的时候 有一些肥状的羊 这些领袖 如果他们不悔改 神也是要把他们秉除在外 那这些都是坏牧人 坏领袖 但是同时有一种叫好领袖好牧人 34章做了一个对比 就是上帝要兴起一位 和他心意像大卫一样的君王牧人 来治理上帝的百姓 我们就知道这就是指着耶稣基督 那35章跟36章也是两种对比 讲到两座山 35章讲到骄傲 并且落井下石 对神的百姓落井下石的 西尔山 就是以东人 以东做代表 讲到这些对上帝的百姓 落井下石的这些外邦的敌国 也会被神审判 但36章讲到另外一座山 叫以色列的山 代表曾经被仇敌羞辱 耻笑的上帝要 在他们悔改之后要复刑他们 而成为荣耀的 被神高举的以色列山 那37章跟3839这两章 也是一个对比 37章讲到 以色列原本因为被犯罪 被神审判 然后如同平原里面 充满了许多枯干的死人骨头 看来是死光了 但是神要使他们 重新死里复活 并且成为耶和华极大的军队 并且上帝要设立一位 大魏军王来治理他们 那跟他对比就是3839这两章 讲到从北方的哥格 这个王中之王 要率领所有的背逆神的势力 浩浩荡荡要来攻击 被上帝复兴 被上帝保护的百姓 但是他们的结局 就是会被上帝亲自来击杀 然后都成为 这个遍地的枯骨 就跟37章的那个枯骨 又是一个对比 所以呢 整个33章到39章 充满了对比 上帝对他的百姓的复兴 以及对悖逆的恶人 两种不同的结局的对比 我们就去来看一下 这个段落的最后一个小段落 39章的21节开始 我必嫌我的荣耀在列国中 万民就必看见我所行的审判 与我在他们身上所加的手 这样 从那日以后 以色列家必知道 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列国人也必知道 以色列家被掳掠 是因他们的罪孽 他们得罪我 我就掩面不顾 将他们交在敌人手中 他们便都倒在刀下 我是照他们的污秽和罪过待他们 并且我也面不顾他们 21节开始讲到说 当上帝在幕后的日子 一次的审判全地的恶人之后 上帝会彰显他的荣耀 在列国当中 使万民都看见 唯有耶和华是公义审判的神 并且呢 万民就必看见 我所行的审判 与我在他们身上 所加的那个手 代表他们要亲自领教 上帝是公义审判的上帝 所以呢 这样从那日以后 那以色列家也会知道 我耶和华是他们的神 刚刚讲到是说 到末日 外邦人会知道耶和华是神 因为耶和华用公义审判的手 领到他们 而以色列家呢 也会知道 耶和华 我是以色列家的神 为什么呢 列国人也必知道 以色列家被掳掠 是因他们的罪孽 他们得罪我 我就掩面不顾 将他们交在敌人手中 他们便都倒在刀下 我是照他们的污秽和罪过待他们 并且我掩面不顾他们 这边要讲就是说 到那日 上帝要证明一件事情 之前不是我无能 无法保护我的百姓 我的百姓才被你们掠国 掳掠而去 之前是因为我百姓悖逆犯罪 所以是我借由你们来作为管教我百姓的工具 所以让他们倒在你们的刀下 我是照他们的误会跟罪过 对待他们 因为我是公义的神 虽然他是我的百姓 我也一律公平的 用公义审判来对待他们 所以如今 当他们后来愿意悔改 我把他们带回来之后 你们这些列国就没有资格 再拿起刀来 要攻击我的百姓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要使雅各被掳的人 归回 要联名以色列全家 又为我的圣民发热心 他们在本地安然居住 无人惊吓 是我将他们从万民中领回 从仇敌之地召来 我在许多国的民眼前 在他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 他们要担当自己的羞辱 和干犯我的一切罪 我们在以西节书谈了很多次 圣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 迥然不同 就是不一样的意思 上帝他要让所有的人知道 他是不一样的神 他透过对顽梗被逆的 以色列的百姓 上帝在他们身上管教他们 最终使他们愿意悔改 归向神 神就使这些顽梗被逆的百姓 重新领受新的心 新的灵 对神柔软 圣灵也要住在他们里面 引导他们的心心跟心灵 使得他们能够顺从神的百姓 变成新造的人 这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工作 要让外邦人看见 比我们顽梗被逆的以色列人 上帝尚且愿意 而且也有能力 改变他们的生命 使他们成为被分别为圣 不一样的百姓 那我们也要这样的救恩 这就是上帝他奇妙的作为 在列邦人面前 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显为圣的一个过程 26节讲到 他们在本地安然居住 无人惊吓 指的是他们被掳归回之后 是我将他们从万民中领回 在仇敌之地招来 我在许多国的民眼前 在他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 他们要担当自己的羞辱 和干犯我一切的罪 什么意思呢 当上帝把百姓 从被掳之地 一个一个带回来之后 那仇敌进一步又过来攻打他们 但是上帝会亲自消灭这些仇敌 到那个时候 百姓就会想起以前 这个干犯上帝 然后犯罪悖逆的事情的时候 他们就会觉得非常的羞辱 他们就不愿意再回到过去 那种悖逆神的生命跟生活里面 弟兄姐妹 这就是上帝把一个新的心 新的灵放在人的里面 才会有这种的结果 因为当我们有新的心 新的灵 我们成为一个新灶的人的时候 我们就不希望自己 一直活在软弱里面 我们好希望圣灵帮助我们 赶快爬起来站起来 不要继续沉溺在罪中之乐 这是拥有新的心跟新的灵 他的生命的方向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继续往下看 因我使他们被掳到外邦人中 后又聚集他们归回本地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他们的神 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 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 因我已将我的灵 浇灌以色列架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这边我们要留意两件事 这边不断地谈到 当上帝把百姓从被掳之地 带回来的时候 不是这样事情就解决了 除非百姓生命改变了 不然再一次被掳 是迟早的事 甚至当再一次仇敌 来攻击他们的时候 上帝很可能会再次 掩面不顾以色列人 任凭他们被敌人掳走 因此呢 当上帝把他们带回来之后 其实最重要就是 要让他们领受 新的心跟新的灵 并且圣灵要浇灌他们 圣灵要住在他们里面 在以西结书的十一章 三十六章的时候 就有不断谈到 神要使百姓重新 有新的心新的灵 并且要有一个柔软的肉心 代替已经刚硬的石头心 让他们在圣灵的引导之下 愿意来死心塌地的 并且是发自内心的 想要来遵守神的话 想要来走神的正道 那三十七章讲到说 枯骨要复活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圣灵像气息 像风一样 要吹进去死里复活的百姓身上 如果只有死里复活 但圣灵却没有进来 影响人 新的心跟新的灵 来遵行神的道的话 那他死里复活 一点意义都没有 因此让我们看见 上帝对我们生命 有一个伟大的恩典计划 他使我们这些过去 顽梗悲逆刚硬的人 因此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 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引导我们这一个新造的人 里面有一个爱主的生命 想要活出上帝生命形象的 那一种生命态度 已经在我们里面 使我们跟过去完全不一样 以前人生是往这边发展 现在我们的人生 是往另外一边发展 即便有时候我们 现在有时候南边 有一点跌跌撞撞 起起伏伏 但那个发展的方向 跟过去是截然不同的 这就是神伟大的恩典 也是他显为圣的宝贵之处 我们一起来祷告 谢谢主赐给我们 新的心跟新的灵 改变我们生命 使我们做新造的人 并且赐下圣灵宝贵师 居住在我们里面 天天引导我们柔软的肉心 来遵行主的道路 我们何等蒙恩蒙福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淡江教会多年来 推动圣经普及化的运动 希望让圣经的真理 成为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我们除了在网路上 制作各种的圣经节目 服务全球的华人教会 现在也在各地开始建立 淡江教会教育中心 开设实体的课程 为神的国度 培育更多的人才 请立刻上网 或在脸书Facebook 查询淡江教会教育中心 报名各类精彩而实用的课程 就让我们一起装备 现在改变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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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